第一次、第二次都在這裡 第二次,三個禮拜的話第二次 然後我們上個禮拜的話主要 還是利用那個就是文字與學校的那個練習題 做了一個練習 那裡面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用了一個叫TEST的函數 TEST的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 我覺得是相當重要 因為在很多狀況以色列裡面 就是你看到的資料 你無法取得啦 你看到的跟你實際上取得的資料 是不一樣的狀況的時候 那是可以用那個TEST函數啦 那以那個像上個禮拜 有一個延伸練習就是取得那什麼 取得那個幾年次的那個年次 那我們可以用TEST先把資料先轉換出來 然後呢 再去切割它 並且轉換成文字 所以裡面的話會需要有三個函數 最後的話我們是利用 樞紐分析表 其實做一個簡單的報表的話 那其實蠻快的 其實在以色列裡面我覺得 最重要你一定要學會的幾件事情 第一個一定函數啦 我想應該沒有太多的這個爭論喔 第二個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樞紐分析表熟的話 那將來你要做簡單的統計分析就相當簡 相當的容易而且快速 那只是說因為上個禮拜我發現很多同學 可能是第一次接觸這個樞紐分析表 所以好像有些動作做的不確實不正確 造成統計出來的結果不太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就是多多練習啦 那有相關問題的話請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那個 YouTube上面的影片 我又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上個禮拜就放在這邊啦 這邊是一個連結清單 那你可以直接前往 或者是說你可以直接在這邊觀看啦 都可以啦 那YouTube上面其實是光線 其實蠻方便的 那你可以針對某一 就像第四跟第五段的話 就是那個有關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如果將來 你像要把一些資料 把它做一個圖像化的呈現的話 那其實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應該是最簡單的方式喔 那如果當然你要用其他方法啦 那可能比如說你要用那個 拍廠的程式寫的話 那你需要 哇不得了了 OK你要寫很多東西 但是eSale的話 好處是 它簡單可以剪 就是你用滑鼠鍵盤一樣可以做啦 那只是說滑鼠鍵盤 你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當然你如果要自動化 或者是你要智慧化的話 結合AI那當然會有問題 所以未來呢 當然我們也可以再結合 不一定用Python 我們用VBA 在eSale裡面呢 本身就有所謂的VBA可以用 OK 不過VBA的話呢 是你要去呼叫它 它才會有 OK 所以eSale打開來 所以上個禮拜的這個練習 或許你可以再稍微複習一下 那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再來看其他題目吧 所以上星期的話是這個 OK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原則上我們再來看一下 因為上個禮拜的那個會員資料 其實相對的是少了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找一個資料比較多一點來練習 可能會更有感覺 所以接下來請各位看一個例題 是實際上就是一個Big Data 也就是說政府有所謂的開放資料 那假設我今天想要知道 台北市的治安到底好不好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這個相關的數據放哪裡 那其實很簡單一件事情 你可以在那個Google上面查一下 所謂的開放資料有沒有 開放資料裡面的話 其實 所以你可以Google或者上面打一下那個開放資料 第一個你打個開有沒有 那這邊就出現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的話 這邊就出現所謂的政府的開放平台了 那如果說你想要對於政府施政相關的問題 想要取得資料的話 那其實這裡面都有 那當然你可以在這邊輸入關鍵字吧 比如說你想要對於那個治安 台北市的治安到底好不好呢 當然有的時候 如果你問路人的話 他們都相對是主觀 欸 這裡面有個牆到裡面 等一下 畫面對不對 欸 他 等一下哦 因為他會發現 開放平台進來之後 這邊有個資料集 如果你不用查詢的 你用資料平台裡面 他會有一個全部資料集流覽 那你會發現他裡面總共有多少資料 我印象中他好像之前就六萬多種了 那現在的話應該會增加 那包含中央機關、地方機關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些主題 包含就是說 政府啦 支出 統計等等的有沒有這些 然後還有服務分類 包含就是說呢 有關公共資訊啦 生活安全啦 還有購屋啦 買房子這邊其實 還有交通 之前大家最關心的 這什麼 行人地獄有沒有 OK 那其實 之前就有蠻多那個YouTuber 就很聰明 直接從這邊裡面找資料 然後呢 用數字來說話 很容易說服別人啦 你說 到底台灣的 行人走在路上有多危險 有沒有 你用嘴巴講的 是真的蠻危險的 OK 但是有多危險 你要用數字能說話 有沒有 數字在哪裡 其實上面都有 交通部其實也會公佈啦 那只是說 公務員其實有些時候 當然會 怎麼講 選擇性公佈吧 對他不利的 有些可能會 不太會公佈 所以有些YouTuber還蠻厲害的 還真的去找公務員要這個資料 你為什麼沒有放上來 跟他講一下 有時候他會把資料把它放上來 其他還有像投資理財 比如說好像股票啦 還有一些什麼匯率啦 等等的這上面都有 求學 那當然其中報告 我是希望說 你們可以從中取材啦 自己找一個 你比較有興趣的一個議題 像之前我就 其實在還沒有推動那個 行人地域那個 那個那個遊行之前 其實我上課的時候 都一直跟同學講說 你們可以從上面找一些資料 到底怎麼去扭轉 怎麼去翻轉那個 就是交通的亂象 其實上面其實可以找到蠻多答案的 真的有同學 其中報告就做這個議題 然後做得相當好 他就從中看到很多 他以前不知道的一些相關的訊息 那其他還有像所謂檔案格式 檔案格式裡面包含 CSV JSON 跟XML 另外大家以Sale 不過以Sale的話 好像只有 只有1666種 你說好像很多不能用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CSV有沒有 CSV其實也可以直接用Excel直接開起來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資料 CSV也是一種Excel可以用的格式 那當然這個是所謂的資料集裡面可以找到去 當然如果你想 假設我們今天 舉一個案例 就是我想要知道 到底台北市的治安好不好 其實台北市的治安應該是這樣講 他目前放在上面的應該是104年之後 到112就是今年為止 所以理論上是應該8年9年 不過好像剛好涵蓋的時間點剛好蠻巧 剛好就是那個有沒有 這個柯文哲他就是當選之後發生的變化 那到底柯文哲對於那個這個治安的表現如何 有的時候我們其實還蠻想知道 到底他一個政治素人有沒有 突然間他其實之前沒有選過其他 就突然就選一個台北市長 一選就選上了 那第二任又給他選上了 所以他到底表現如何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想知道這個答案的話 於是乎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打一個 比如說我想要針對其中一個 每個人都非常關心的住宅竊道好了 比如說我想知道住宅 那我這邊可以打一個住宅竊道好了 或者你打一個住宅 或者打竊道也可以啦 只是說竊道他好像會出現蠻多關於竊道的 那竊道當然裡面包含有住宅有汽車有機車有自行車 還有搶奪等等一大堆 可是我不要這麼多我只要住宅好了 OK 把它搜尋一下 當然你們可以做別的沒關係 可是我今天我們做練習 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住宅優先好了 那他跳出來你會發現第一個好像就汽車啦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說台北市 如果汽車停在哪裡最危險 最容易失竊的話 其實這邊就有答案了 OK 他會跟你講說這個資料是104年1月開始的資料 然後底下的話剛好第三個就是了 所以今天的話如果我今天想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呢 不只一件事 如果我想知道幾件事 就是第一個到底歷年的竊道案件 到底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所以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歷年的竊道好不好 那當然呢 從104年到112年 不要去年就好了 111年好了 8年的時間 那當然呢 如果以數據來看 其實不好理解 不過如果畫個圖應該是比較好理解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請你幫我畫個折線圖 那這個折線圖的話就是 利用那個上個禮拜講的那個蘇柳分析圖來做就OK了 第二個的話 我希望呢 這個台北市有12區啦 到底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那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比例圖 比如說一個圓形圖有沒有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分一個比例 一看就知道哪個地方的治安是最 哪一區是最差的 不過應該各位可以猜得出來啦 有沒有 哪一區實質比較惡名昭彰一點 常常發生一些竊案 有沒有 其實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 不過之前蠻多同學 直接就先猜那個旺華區 如果我有去過旺華捷運站出來 你就可可以感覺出來 那邊治安好像也不會太太好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整個氣氛都不太對 OK 還有呢 其他第三個問題是 那我想知道 到底台北市哪一條路上面 當然除了路之外還有要接嘛 那也有可能叫道 道的話也叫市民大道 有沒有 凱達格蘭大道 有沒有 那路街道到底哪一個 哪一條是 自安 不是哪一條 那前十條 就是自安最差的熱點 當然如果你可以把這些熱點找出來的話 自然而然你就不要 如果將來居住啦 不管是租房子也好 或者買房子也好 盡量避開那些自安熱點的話 相信比較不容易家裡自安會相對好一點 不過好像這個跟房價也應該有個成正比啦 所以理論上應該如果自安越好的 應該是不是越貴 不過我不知道 假如我還不知道答案的情況下 那我如何可以得知這三個問題的答案 當然除了這三個答案之外 你們還可以再衍生啦 比如說什麼時段 最容易失竊 OK 那你可以先猜嘛 我猜 當然職學猜應該是 大家去上班之後吧 有沒有 上班之後應該是10點 9點10點 對不對 還有哪個季節最容易失竊 有沒有 春夏秋冬 其實也可以啊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分季節 或者哪一個月份失竊 對不對 那可以慢慢 製造小偷的習性 有沒有 那小偷什麼時候犯案 那你盡量在他可能會犯案的時間地點 做一些預防的措施的話 哇 那自安怎麼可能會不好 所以如果啊 你今天是一個有關自安相關的首長嘛 你自然要對一些資料做大數據分析嘛 不然的話你如果沒有分析的話 你怎麼知道人力應該放哪裡 對 那你如果 甚至不用人力啦 有些時候你把那個 怎麼 一些監視系統嘛 一些監視系統甚至都有AI的嘛 那你可以在熱點上面布置一下 我想啊 事實上很快就變好 那這跟交通我覺得應該也有點關係 也是類似的 當然我滿希望說交通喔 真的可以很好 因為你如果常出國的話 你可以感覺到 哇 有的時候 尤其是你到那個 交通很好的地方喔 你突然回到台灣 你會覺得 不習慣 OK 就像 我記得我那時候去 西雅圖遊學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我不太習慣是 我才站在那個 其實我沒有要過馬路啦 其實我剛站在斑馬線的時候 那個車子全部都停下來了 我讓我嚇一跳 幹嘛 喔 原來要讓我 喔 趕快離開一下 因為其實我只是靠近而已 那時候呢 過馬路的時候都可以很悠哉 因為你覺得很安全 但是回到台灣之後呢 在台北 過馬路突然不習慣 欸 為什麼大家都不讓我 我嚇一跳 所以有時候要習慣一下 所以 當然也很希望說 能夠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適合居住 不只是自己啦 當然也為了 為了下一代 好 所以要怎麼做啦 首先第一個 請各位先找一下 我剛剛是找那個 這個怎麼 這邊的開放資料 裡面的話 我用搜尋的 我找關鍵是住宅竊道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住宅竊道 那點擊之前 你可以看到了 底下有一些相關的訊息 他提供的資料 時間跟你講說 他是104到112年的8月份 這些資料給我們了 第二個的話給我們哪些欄位 包含就是編號 暗號 暗號 暗號不知道什麼 然後日期 時間 應該是時段 他不是時間 然後地點 所以他只有給我們五個欄位 底下的話有一些什麼 觀看次數啦 或者是下載次數啦 等等的 那你會發現 這個還蠻多的 跟其他自行車才1000多次 這個7000多次 好像比較熱門一點點 那為什麼這麼熱門 我在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我上課都講這個範例 所以之後應該改一下 或是其他 也會點擊是比較高 不管啦 點其他 OK 那點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這裡面的話呢 就會提供給你一個檔案 叫CSV 如果你點他之後 他就下載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那點擊之後的話 打開就有五個欄位 我們就拿這五個欄位來 第一個我們就有資料了 但是他的資料是CSV的格式啦 那其他當然他這個其實是開放資料 所以甚至他提供了公務員的那個 姓名跟電話 所以如果假設資料有問題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打電話去跟他講 他會去修正 然後底下還有相關資料 那假設針對這個資料把它先下載 下載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檔案出現了 那我們可以直接把它點開來 用ECL去開 因為他是一個CSV嘛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ECL來開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打開之後的話 假設我希望知道 這邊會上面會跳這個啦 他說因為你是CSV的格式 所以如果你將來 假設說你希望呢 能夠跟你CSV相容的話 那建議怎麼樣 你最好先另存新檔 所以我建議啦 你剛才先另存新檔好了 那因為他預設是CSV對不對 存檔格式嘛 所以我建議呢 你直接改成ECL的那個什麼 博業部這個選項 所以他的副檔名本來是點CSV 點CSV是他的副檔名 他會改成這個就是點 這個叫點XL XX 這好難寫 好 那就把它改這個好了 把它先立存好了 這樣比較保險 那存的位置的話 也許你先把它存在你的隨身碟 或者是你的桌面好了 把它先放桌面上好了 然後儲存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看到底下的話 總共有幾個欄位 1 2 3 4 5 個欄位 那首先第一件是我習慣 因為他的欄寬 並沒有跟那個 有沒有 欄的寬度跟資料 其實是沒有match的 所以我習慣會先選A到E 這五個欄位 然後在這A到E的其中 中間一條 另一條線 欄的線上面點兩下 它會做什麼呢 叫自動調的欄寬 馬上欄寬就會調整得比較整齊一點點 或者如果你假設 假設你說老師 剛剛那個我不太會點 你可以再到哪裡呢 格式裡面這邊也有個自動調的欄寬 其實也是一樣的 在這邊自動調的欄寬有沒有 常用裡面的格式 這邊有個欄寬 當然你如果用這邊其實結果不一樣 只是我覺得沒有比較快 比較快的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格式這邊自動調的欄寬 有沒有一樣 但是剛剛那一招比較快 有沒有選三個 在中間任一條線上快點兩下 自動調的欄寬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解決三個問題 剛剛提到 第一個問題的話 就是到底歷年的歷年喔 所以關鍵字歷年 歷年的話 所以我們會需要有一個欄位 欄位名稱的話呢 一定是年嘛 哪一年 所以歷年嘛 那當然呢 你就需要找到這個資料裡面有沒有欄位 就是年的那個欄位 看起來好像沒有 不過呢 同樣的道理喔 如果沒有 你可以自己把它切割出來 所以呢 第一步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發生日期這邊 在右邊 就第一欄 按右鍵 選第一欄按右鍵把它插入一欄 然後這邊也許給它一個欄位吧 叫做年好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之前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的話 那你可以先把它變出來 OK 所以喔 先在這個地方 這樣增加一個欄位叫年 沒有的話喔 那你可以想說 沒有這個資料 但是某個欄位裡面呢 它有這個資料的部分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先產生 然後切割出來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 這一題好像比較簡單 這一題因為前三個字 好像都蠻固定的 你可以觀察一下 那我們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利用什麼 插入環數裡面的那個LAT 文字類裡面 有一個叫LAT 就直接可以取得它的前三個字 有沒有 LAT 然後這個資料給它 但是特別注意啦 這個資料呢 發生日期 它其實不是標準日期格式喔 它的日期其實就是一串數字喔 為什麼知道是數字 因為它靠右對齊 OK 那我們用LAT 因為LAT 是文字函數 所以它會先轉換成 它會先怎麼樣 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資料本來是數字 然後呢 它進來之後的話呢 它自動轉換文字之後 然後我要取三個字之後 你會發現它回得到的結果呢 那一定會是一串什麼呢 文字 特別注意喔 所以如果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請問一下 它應該是靠左還靠右對齊 靠左 我上個禮拜有講過嘛 如果是文字一定靠左 數字一定靠右 所以喔 這個很重要喔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可以從細節看出資料的型態的話 以後就可以避免掉很多的錯誤 因為我發現喔 很多人錯誤都錯在型態 搞錯了 所以最後後面兩個資料型態不同 它就找不到了 就發生錯誤了 OK 所以喔 按確定之後的話 有沒有 它一定靠左 為什麼 因為文字靠左 有沒有 然後數字靠右 這個是還蠻固定的喔 絕對不會有錯誤的喔 OK喔 那當然你說老師 那如果將來呢 我要不要把它轉換成數字呢 其實以後面那個折線圖來看喔 其實轉不轉都兩可啦 為什麼 因為折線圖喔 它會自己判斷 所以比較沒關係 當然你說要精確一點的話 其實如果假設你希望讓它變成數字的話 那可以跟上個禮拜一樣嘛 做一件事 就是在laps 前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value 有沒有 上個禮拜講過嘛 v開頭有沒有 然後把它點兩下 它會出現前刮弧 你在後刮弧刮一下 這樣的話呢 打個勾喔 它就會出現有沒有 馬上靠右對齊了 那它就變成103的數字 雖然你說老師看起來好像都一樣 喔 看起來一樣 但是對以色來說 完全不一樣 錯誤都發生在這個地方 所以喔 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不是只有以色爾啦 你以後寫程式也是一樣 寫程式都是發生在形態錯誤 比例是八成以上 我發現很多同學 程式寫不好都成 這個形態沒概念 所以文字跟數字 完完全全不一樣 你把它向下填滿 OK 這樣子的話 黏就有了 那如果黏這個欄位有的話 把它 這好像太窄了 把它拉寬一點好了 OK 這樣看比較舒服 好 那我們有黏了之後對不對 如果我要產生一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的一個 統計資料的話 那我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你會發現喔 當然不是這樣你用算的啦 104有幾個 一個兩個三 你用眼睛 當然你說老師我知道 我用排序好了 我把它資料排序 然後把它A到Z 然後你會發現喔 這邊不就104 我記一下 這從第4到多少 第4第4第4 太多了 OK 而且太慢了 跟各位講喔 不要這麼笨 最好最簡單的方法喔 你就直接怎樣 用上個禮拜用過的功能 就是插入裡面有一個 所謂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那樞紐分析表它其實主要做什麼呢 你就把年喔 它會先幫你群組在一起 群組的意思是說 它把年的部分移除重複 留下什麼 留下你要的 然後剔除 剔除什麼 沒有 所以留下來的只會是 那些不重複的年 而且還有103 104 好像102也有啦 好不管啦 反正我們就留下104到111好了 就大概八年的時間 所以這個其實有點像驗收那個 柯P那個當市長的八年 到底對於治安呢 有沒有 這個 有沒有一些改變啦 OK 所以這個 當我講喔 我完全沒有政治歷史 我只是 從數據看答案 OK 這個也不是我做的喔 所以跟我完全沒關 我是客觀喔 我不是玩 沒有任何主觀的情緒在裡面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插入這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它會問你說 是不是這個範圍 沒錯按確定 那接下來的話很簡單 跟上禮拜一模一樣 請你把年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值 那因為值 裡面的話 因為我們的那個什麼呢 年的欄位 它的型態是數字 所以它預設是加總 但如果你不要加總的話 你要算幾個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計數 算幾個喔 不是算加總 我不把它當那個 一個一個數字全部 不是 我要計算 到底每一年發生的竊道案件 當我群組之後 它的數量是多少的話 那我可以從什麼 記得喔 我剛剛動作喔 是年有沒有 先拖拉到列 再年再拖拉到值 並且把這個地方呢 有沒有 有個箭頭 點擊之後會跳這個畫面 然後請你把它改成技術 這樣就ok了 那你不要好像做啦 我剛剛我可能做太快 還怎麼樣 同學好像有些根拍上 那只要你動作做確實的話 我覺得樞紐分析表真的太棒了 太好用太簡單了 哇 但如果你會用這個工具啦 你平常沒事不會想要寫層次啦 真的太方便了 ok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 我們就得到答案了 104到111 那可是你說喔 是不對啊 我現在是要出來了 但是有三個年份的資料我不要耶 102、103 它怎麼會只有一筆 對啊 這好像物質吧 所以其實應該跟那個成本人講說 你的102、103 因為你上面明明講說 你104、1月開始 那為什麼你102還有103 你顯然是你這個地方資料有問題嗎 錯誤了 所以他應該把它拿掉的 對啊 還有呢 如果我假設不要112的話 那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要把這兩年跟這一年拿掉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有個列標籤 旁邊有個箭頭 有沒有 列標籤喔 你把它點下去喔 如果你不要102、103的話 那很簡單 它預設是全選對不對 全部都要 那你只要把什麼 把102、103前面不是這個打勾嗎 把這個打勾取消就可以了 有沒有 102、103不要 112 因為今年還沒過完 所以今年的資料不完整 我也不要 OK 好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報表就出現了 有沒有 102到111年 欸 這應該是8年吧 剛好8年 對 成績單就出來了 那可以很明確的看到 這個資料數量有沒有 從104年的 就是一整年的切到案件 總共大概是687件 等於是兩 一天大概兩件 有沒有 365天嘛 接近一天 1.8、1.9 然後呢 再到去年 大概只剩下210 210的話大概就是 一天大概 半件多了 大概0.6左右 所以一天兩件 再到一天0.6件 欸 相對的少了蠻多了 少了快到三分之一四 大概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量了 欸 所以喔 所以一天不到一件耶 台北市這麼多人口 兩千 多 不是兩千 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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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七吧 這樣的 事實上應該算是不錯了 OK 因為這麼多戶嘛 小偷怎麼都不 OK 還是因為現在小 大家都有錢嗎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啦 OK 這個背後的因素 可能你們要自己再去探求 因為這個只是從數據看到的一個答案 這個地方 最後的話 如果要畫圖怎麼畫 如果要畫個折線圖 接下來就是樞紐分析 有沒有 有沒有 一樣嘛 所以這個做出來之後的話 那我就把它再畫一個折線圖 可是折線圖怎麼畫 一樣嘛 跟上禮拜一模一樣 所以喔 我覺得你們要熟悉就是 功能放哪裡 然後只要確實找到功能 應該我想做出來蠻簡單的 所以剛剛我只是 把那個一百零二、一百零三隱藏 我記得是從這邊喔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些資料不要出現的話 你可以從列標籤上方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漏斗 這個有點像是篩選啦 就是把你要的留下來 不要的把它剔除 大概就這樣而已 OK齁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希望畫圖喔 畫圖從上方有一個叫 樞紐分析表的分析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叫 樞紐分析圖 當然如果你不從這邊齁 其實你從插入 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圖表也是可以啦 不過你習慣我還是從這邊啦 比較可以一致 一個樞紐分析表 一個表格喔 所以你畫完表格之後 你希望再得到一個圖的話 那最後的話呢 你就利用這邊有一個 得到一個樞紐分析圖 那當然哪一個會比較好啦 其實主要跟要 你要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你就可以去選擇比較適合的圖形來呈現 當然呢你用直條圖也一樣可以看出 怎麼講 看出數量的變化啦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用那個直條圖 大部分主要還是呈現它數量的變化 比較沒有辦法呈現那個時間軸的概念 所以一般時間跟數量要結合在一起 相對比較好啦 比較適合的就是折線圖 有沒有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那個 跟歷史資料有關的都會用折線圖比較多 歷年來有沒有像匯率有沒有 或者像油價啦 或者CPI啦什麼的 它會都用到那個折線圖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的用 折線圖上面有結點 因為你如果上面沒有一個點 感覺好像不太清楚 所以我習慣用什麼 折線圖的第四個這個 叫做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上面會幫你打個點 打個圓點在上面 看起來就是會非常的清楚 OK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個像這樣一個圖形 真的蠻簡單的 你PTT應該就很精彩了 而且這裡面不要帶有任何主辦意識 尤其你以後到企業上班的時候 千萬不要我認為你是誰 你憑什麼講你認為 沒有人會想你又不是什麼 somebody嘛 OK 你是nobody 所以你要能夠講話比較 說服別人的話 請你拿出你們的data 有沒有 這個data的話呢 其實就是big data 比如說你公司 你要分析一個東西 哪個產品是不是有未來性的時候 千萬不要你認為OK 你要拿出數據說服別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用這個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 這個圖表他就幫我繪製出來了 那我接下來的話如果我希望 可以把它稍微放大縮小 比如說我想要放在d2這個位置 比如d2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然後再到l20好了 大概這麼大 大概這樣子好了 OK 那這個折線圖就被我繪製出來了 那剩下來的話 當然我如果希望這個圖表更正式一點的話 理論上我們還會把這上面的這個圖表的名稱 有沒有 跟什麼呢 這個把它改一下 有沒有這樣改 這個可能工作表名稱也改 這個兩個都改一樣 我習慣他的標題名稱 跟他的工作表名稱把它取一樣 也許這個標題名稱取名叫做 歷年竊道折線圖好了 比如說 我們這個圖主要呈現的是 所以我點他一下嘛 把這個合計 幾個方法改 你點他你可以在上面改 沒關係 或者點他之後在裡面改也可以 OK 那我習慣點他直接在這邊 那把它改成叫 歷年竊道折線圖好了 OK 反正就是 他這個圖名稱加上他的這個圖的形 他的類型 就是折線圖 OK 當你說老師那我可以改成別的圖 可以啦 你如果喜歡你可以試試看 每一種圖你都可以玩玩看 哪一種圖比較適合哪一種這個 你要想要表達的 我覺得你多多去嘗試沒關係 錯誤其實就是 也是一種學習啦 然後最後的話把這個 這個字呢 切到常用的地方 把它字我習慣變成紅色 然後呢把字變出體 另外字大概把它變成20好了 大概這幾個 比如說我大概會改一下它的顏色 然後它的粗體 然後它的字大小 OK 那這三個把它加上去好了 OK 那是不是一定要這麼精確啦 其實也不一定啦 只是說我習慣這樣子 那你為什麼要特別講這些動作 其實主要就是說 將來我們除了用滑鼠鍵盤能做之外 其實我們是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程式 也就是這個程式呢 剛剛做所有動作通通不用做 你只要把按鈕按下去 這個東西就產生了 有沒有 所以後面會結合所謂的VBA 這個VBA就是可以讓你每天做的事情 全部自動化 也就是很多人每天做的事情 其實一個程式 它一整天的事情就完成了 剩下就是修改裡面的參數 可能每天那個參數有點或許不太一樣 改動一下 事情就做完了 所以如果這件事情可以自動化 那很多人的工作其實是可以不需要的 OK 那不需要它能幹嘛 要不就是轉換到別的地方 要不然就是它跑到後面去寫程式吧 就有點像說以前的銀行櫃台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那個櫃台數量可能十幾二十個 三十四十個都有可能 以前櫃台是非常多的 都人工作業 但是你們現在去銀行應該沒有什麼櫃台吧 櫃台頂多就是各位數個吧 甚至有的銀行甚至都數位化 數位銀行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些櫃台的人不需要那麼多 那跑去哪裡了 所以需要的可能都是後台人員 OK 那後台當然不是每個都寫程式 可是多半還是需要具備有電腦相關的技能 所以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請各位先試著把這個做完 最後我還習慣做一件 因為旁邊這個東西看起來有點不太 它這個合計感覺好像有點多餘 所以理論上都會把它刪掉 刪掉很簡單 選它按delice也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從旁邊這邊有個加號 加號裡面你可以看到這個叫土力 所以你土力也可以把它打勾取消 它就不見了 所以順便玩一下 以後這個圖上面要顯示什麼 不要顯示什麼 這上面都有一個加號 可以讓你做設定 這個東西剛剛這邊叫做土力 所以你也可以把土力把它打勾取消 所以最後做出來大概長這樣 然後這個工作板名稱也改這個名稱 所以我把這個工作板名稱 把這個標題Ctrl-C 然後接下來移到 左下角這邊的工作表1點兩下 然後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於似乎我們就產生了一個叫做歷年切道折現圖 就馬上繪製出來了 所以從這個圖裡面可以看到 感覺這個慢慢慢慢的 所以有沒有 治安好像從第一年好像比較緩一點 所以這個還可以算它的角度有沒有 這個角度好像第一年上任可能還不太熟悉業務 所以沒有辦法把治安改變太大 一點點而已 可是隔一年的話 因為可能慢慢上手了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斜率突然下來了 突然減少了滿多的 再來可能又會上手 所以越來越慢慢感到就是有在進步 可是進步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應該已經極限了 然後剛好又是最後一年 應該已經在思考卸任之後該幹嘛了 所以就沒有那麼認真了 不知道 我自己的一個根據這個看到 所以最後一年你會發現又反彈回來了 稍微變差了 那只是說呢 不過我很好奇耶 到底今年的治安有沒有變差 有沒有 一百一絲 因為換人了嘛 換人到底變怎麼樣 其實目前資料一看 其實甚至可以把這個現在資料不知道翻到幾月 可以稍微看一下 到好像OK耶 只是它的資料呢 它不知道收入到什麼時候 它就像下 收入到八月而已啦 所以八月的話 其實等於是 四分 算是八月嘛 所以算下來的話 等於 就沒有完整啦 所以這個數量應該只是來 推估一下 所以八月 九十十一十二 所以等於是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數量這樣看起來 所以三分之二如果推估的話 好像差不多耶 跟前一年如果算起來的話 應該也是相近 那當然沒有人會希望說 將來的那個治安會變更差啦 只是說你還可以再觀察 其實在四年之後 看看那個這個蔣萬安上任之後 它會不會有變好還是變不好 當然可以從這個裡面看出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歷年切到折線圖這個部分 把它先做出來 那做完之後的話再思考第二個問題 那各區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呢 有沒有區這個啦 沒有嘛 我現在畫一個各區的比例圖 到底每一區的十二區 十二個行政區裡面 到底哪一個行政區的治安最差 到底有多差 哪一區是最好 到底有多好 那我們假設要把它量化 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好嗎